好 接下來要上的東西叫做化合物的分解 化合物的分解 化合物呢 可以因為受到一些作用 加熱啦 通電啦 照光啦 然後就分解變成其他的化合物 我們以前學過一個雙氧水的分解 還記得嗎 分解成氧跟水 是我們第一個的分解 現在講是這個 這個學測考過我們的普利斯利大哥 拿凸透鏡對著紅色氧化孔照光 就得到了孔 跟一個當時不知道什麼玩意兒的 他叫做星空氣的東西 那個星空氣就是氧 這氧的發現 這一題學測考過 氧化孔照光會得到孔跟氧 當時叫做星空氣因為不知道什麼玩意兒 後來才被這位拉瓦傑大哥 命名叫做氧 同時他說明這個氧就是在 跟燃燒有關係的 然後跟燃燒有關係的 還有一些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開始一些氧的研究 跟一些事情出來 所以這就是氧 所以氧化孔照光會得到 氧化孔跟氧 OK 分解 氧化孔照光受熱分解成孔跟氧 這就是化合物的分解 這個分解雖然都是元素 孔是元素 氧力的是元素 但是氧化孔分解都是元素 可是化合物分解不見得都是元素 我們那個二氧化孔 分 不是氧化孔 雙氧水分解的時候產生的是什麼 氧跟水 氧是元素 水是化合物 水是化合物 我們這個要碳酸基納分解 碳酸基納拿去加熱它就會分解 它的產物有固態的有液態的有氣態 有固態 液態 氣態 第一個 它的氣體 它的氣體如果通入澄清石灰水 會使它產生白色混濁 停車站界問 澄清石灰水會有白色混濁的是 Shamma氣體 No.33 30 二氧化碳 很好 二氧化碳 然後管口有一些無色的液滴 這個無色的液滴呢 用氯化雅菇試它 會讓它變成粉紅色 什麼液體 會讓氯化雅菇 變成粉紅色啊 什麼液體會使氯化雅菇 變成粉紅色咧 No.5 水 很好 就叫做水 然後呢叫做氣態產物 液態產物 還有一個叫做固態產物 那個固態 那個固態也是白白的 白白的 跟原來一樣白白的 可是它受熱之後不會再分解了 所以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個玩意兒叫做碳酸納 碳酸納 碳酸納 OK 叫做固態產物 它的固態產物也是白色的 跟原來一樣是白的 可是那個新的東西受熱不會再分解了 這是重點 碳酸納受熱不分解 碳酸輕納受熱會分解 下學期會再強調一次 所以這個實驗的注意事項 管口要朝下 管口為什麼 因為它有液體生成 不要讓液體回流 液體回流第一個可能會汙染你的藥品 第二個 底下突然變冷會容易碎掉 容易破裂 所以管口要朝下 管口要朝下 管口要朝下 還有這個 給它通入澄清紫維水對不對 我們講過了 澄清紫維水的通入味的話 它會變白色混濁對不對 通入太多了 又會重新變成澄清你記得嗎 我們講過 所以就是進去看到變混濁就把它移開了 怪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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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變成青了 應該不行了 看到變混濁就把它移開了 這個拿走 這個拿走 就是OK 再來 整個實驗做完 要收起來的時候 要先把導管拔出來 再把這個燈火啊 酒精燈移開 如果你先移開酒精燈 那個會變冷 冷了以後壓力會變小 可能外面一帶一壓 那個水會倒淚 那又是一樣 一不然藥物 二它可能會睡掉 所以 讓你先把導管從水中拔出 再洗滅的雲燈 這個很喜歡問 這個很喜歡問 問你的實驗步驟的注意事項 很喜歡問 這要怎麼做 OK 好 解釋 碳酸精燈分解成碳酸鈍加水加 conflict 這全部都是化合物 整部分都是化合物 所以分解 所以化合物分解的產物有沒有一定是元素 沒有 有沒有一定是化合物 沒有 可以全部是元素 可以全部是化合物 可以有些是元素 有些是化合物 所以碳酸金钠受热分解会产生 碳酸钠水跟被氧化碳 刚才跟你讲了到下学期的重点叫做 碳酸金钠受热会分解 碳酸钠受热不会分解 所以你要记住 碳酸钠金受热有分解产生的样子 你能够了解一下 OK 有问题了吗 没有 干粉灭火器就是有小苏打 就是碳酸金钠跟氮气 干嘛 氮气是把它喷出去 喷到哪里 把碳酸金钠喷到火里 火藏里面 然后就受热 然后就分解 然后就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不可燃不住燃 又比较重 盖住就把火灭掉 所以干粉灭火器 就是利用小苏打 碳酸金钠的分解来 达到灭火的效果 然后灭火的效果 好 打开 喷出去 分解 产生二氧化碳 然后呢 盖在底下 核掘 助燃物 氧气 然后呢 达到灭火的效果 这就是干粉灭火器的做法 OK 请写课堂练习